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中师范大学刘新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秦崛起》上部第二集 西州附庸 阴上莫连 阴姓传人有个非年 非年和他的儿子叫厄莱 他们终于伤周王 厄莱被周五王给杀死了 非年也为阴上寻国了 那么迎新后人在周初的时候 就从高峰跌入了深谷 但是那个非年的另一个儿子 小儿子叫做纪顺 他很早就归顺了西州王朝 所以纪顺的后代呢 相对的就有一个生活的空间 纪顺的后代善于驾车 出了一个赵富 赵富为周末王驾车 周末王也是中晚期的 一位周王了 下车西巡 千里救主 凭了一次判断 立了大功 所以这个赵富就收封于赵臣 从此他的后裔 就是隐姓赵氏 先秦时代 有姓有氏 姓氏有别 姓区别婚姻 氏呢 区别贵贱 没有功劳的就没有氏 所以有人得了一个氏 很光彩 因此 就是姓的哥哥的后代 厄来的后代 他们也跟着 就用上了赵氏 这一用不得了 整个秦国的历代国君 都是银姓赵氏 西州中后期 这厄来的后人 有一个妃子 他居住在犬秋 在西部犬秋 他特别善于养马 这个消息传到周孝王那里 周孝王一了解 就让他专门为周王朝养马 养了一段时间 结果这些马养得标肥体壮 而且大量繁殖 周孝王就决定 要补封这个妃子 封到一个地方 让他做银式的继承人 大洛之族 他的父亲叫大洛 居住全球 周孝王 让这个妃子 做大洛家族的继承人 这个家族是相当大的家族 但是却受到生侯的抵制 这个生侯就出来说了 大洛还有个儿子 是我的外孙 因为生侯他把女儿 嫁给了大洛 神的儿子叫做陈 生侯就说了 我认为要立成 做大洛家族的继承人 因为我生国历来 就和西荣打交道 西荣的什么事情 我都摆得平 如果说把我的外甥 成立作大洛家族的继承人 我就发挥我的力量 协调这个西荣各部落 和咱们这个周王朝之间的关系 要不然的话 说这事啊您看着办 就是你不封我的外甥 做大洛家族继承人 那我就不管事了 这个周孝王啊 只能忍了 因为他知道 生侯是拿着这个 摆平西荣的事来说话 说事 实际上就是 他为他的外甥 做继承人说话 但是话说到这个份上 您看着办 周孝王也不得不这样办 因为周王朝面临的 最大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西荣部落太多 几十个部落 有的就成为了国家 这个关系 说身后他摆得平 当然好啊 这样就被迫 利拉成做大洛家族的 第一次 也就是郑州的继承人 那么对非子怎么办 周孝王是有办法的 周孝王说 西伯依为顺祖处 处多夕 过有土 赐信银 经其后世 一味正西马 正起分土为富庸 这是《史记秦本记》里面说的 说从前古代 那个伯依 伯依就是伯依 说他为顺 这个专门养牲畜 牲畔制得好 所以就得了信 得了土地 那么他的后代 为我养马 我封他个附庸 封他一块土地 不是很好吗 于是呢 周孝王 就封这个非子 一个地方 这地方叫做秦 虽然做个很不足五十里 只是一个附庸 但是非子总算有了自己的 一某三分点 周孝王 为什么对 非子的事这么上心呢 是因为 同比相连 西州的十二代君主 严格执行 这种 第一章子继承子 唯有周孝王是个例外 他不是第一章子 他的侄子应该继位 但无能 做本来的国君 所以他才有机会 做他一任 不是第一章子的国君 因此周孝王 对什么敌数之分 特别讨厌 所以他要为 非子做主 你要把 陈 立为敌司 我就给他 封个地方 封个地方不说 还直接命令 尼继承 尼继承 尼继的 祭司 列书列宗的 尹继的 祭司 尼就是 尹继的 正宗 称号就叫做 秦寅 我们现在说 国家 这两个字呢 家我们理解为 小家 但是古代不是 诸侯的 领地 叫做国 大夫的 封义 叫做家 秦寅的 封地 纵横不住 五四里 他是附庸 所以呢 秦寅 这开始啊 他不是国 而只是家 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 这个家 才变成国 有网友问 西州实行的是 分封制 那么在这个 分封的体制下 附庸算是 什么等级呢 西州的分封制 封为 公 侯 伯 子 南 这么五等 公爵 侯爵 他们的封地 是田地 纵横百里 伯爵 纵横七十里 子爵和南爵 纵横只有五十里 那么不足五十里的 就是附庸 附庸 不是独立的政权 他附属于周王朝 或者某一个诸侯国 他也没有外交的权利 所以呢 虽然他是分封的 但是没有等级 秦营受封附庸 是专门为周王朝养马的 如果周王朝一直强盛 秦营旁边的西戎部落 也会安分 养马的秦营 就会与西戎相安无事 但恰恰周王朝 没能延续以前的强盛 反而逐渐衰落了下去 那么周王朝 是怎样衰落的呢 这个周王朝 他不能够啊 折腾 不能够呢 出现政治上的混乱 一旦有混乱 一旦要折腾 诸侯要反 这个西戎 更早的要造反 就不服从你周天子 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问题就在于 周天子中间 出现了一个暴君 这就是周立王 周立王是西戎王朝 倒数第三代 这个王呢 特别好地 他就在坚持的怂恿之下 将山川 胡泽 等等各种各样的 自然资源 统归国有 说到底呢 归他自己 国人纷纷议论 说这样做不行 这些非裔 被少墨公 少墨是这个世袭制 这一代少墨公 就向周立王反映 说老百姓 不能忍受了 周立王不是去调整他的政策 反而呢 去招纳魏国的巫师 养巫师们 去监督老百姓 就是特务 包打听 听到有说周立王坏话的人 就告密 周立王 接着就杀人 所以周立王的统治 他不是对人的统治 而是对物的统治 他的眼睛里 是没有人的生命 和生存权的 少墨公 从正面去引导 这位周立王 说古代圣明的天子 是处理政治 是让国家的高官 公亲 到普通的办事员 以及读书人 还有呢 那些阅师 使官 阅公 工匠 普通百姓 所有人 只要是个人 就用你擅长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意见 说真心话 表达真实的感情 这样一来 这个国家 就会震痛人和 少墨公 苦口破心 周立王 是油言不尽 这样一来 没管多久 只过了三年 国人暴动 把这个周立王 给流放了 这一流放呢 十四年 他终究 没有改悔的表现 所以他就流放在治 就死在治的地方 这个十四年里 大臣共同执政 历史上 叫做共和行政 这一年 是公元前 八百四十一年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中国的历史 才有了确切的记载 从周末王 到周孝王 这个隐系的后人 形成了三个大家族 一个大家族 就是继生的后代 得了赵臣 为赵氏的 这是一只 第二只 就是厄来的后人 大落全球的 那个由公子臣 当家做主的这一只 我们叫做大落 之族 这是第二只 第三 就是秦妃子 风玉秦 在这里养马的这一只 就叫秦银之族 有了这三大族 由于周立王的爆料无道 所以第一只 就是那个赵氏 赵臣赵氏 他们的后裔 统统地离开周王朝 到晋国去了 过黄河 到晋国 后来在晋国历代做 都是全臣 上亲 最终三家分进 成为赵国 那么大落的这一只 就是公子臣 做掌门的这一只 并不像他 外祖父 那个身后所说的 只要封了臣 他就愿意摆平 这个西州 与 西荣的关系 结果是西荣 进攻大落之族 灭大落之家的板门 把公子臣也给杀了 那你看 森侯 你说了话呢 西荣的部落那么多 你能够都摆平吗 那是说大话 所以这一只被灭掉了 现在就剩下一只 那就是 秦英 秦妃子的后裔 秦妃子虽然没做 大落家族的继承人 但是他是 大落的两个儿子之一 所以这呢 西荣 沙拉臣 也就是得 断了他的手组 因此 他必须得报仇 必须为大落家族报仇 报仇 得等待时机 要得到王朝的支持 必须得 周王朝 出动军队 这就是所谓 王与兴师 秦哪有王呢 连个诸侯都不是 得等待一个 敏军的出现 西周晚清 有这么三代君王 一个是周立王 周立王的儿子 周宣王 周宣王的儿子 周游王 当周立王 被国人暴动流放的时候 人们包围了 邵末公的府邸 要邵末公 把周立王的太子 叫做静 安静的静 把他给交出来 邵末公就想了 我不能交 因为 我多次的劝说 我们的国王 他就是不听 终于的自取其获 有这个结果 但如果太子死了 那位牛方的王 会认为是因为我 愤懑 发怒 导致的结果 所以 绝对不能让太子死 不能让这个静死去 就把自己的儿子 交出去 暴冲太子静 而把太子静呢 养在自己的家里 太子静成人之后 邵末公 联合其他的大臣 一起离近 做国军 他就是周宣王 是西周晚期的 所谓忠心之主 周宣王即位之后 任用了一大批贤人 连续对周边的那些个 落后野蛮的民族 实行的侦讨 这样一来 显示了周王朝的实力 又获得了 周王朝各诸侯国的尊重 周宣王很看重 秦银这一支力量 看重他们的团结 看重他们的战斗力 于是呢 就任命 秦银的第四代家族 叫做秦仲 做大夫 让他率领军队 去讨伐西荣 这时秦银仅仅是一个附庸 所以他所谓率领军队 他自己的人并不多 而是周王朝的军队 让他率领军队 讨伐西荣 要为大陆家族报仇 那是自己的亲兄弟 亲手组 要报仇 所以他带领军队 亲自冲锋陷阵 这样一来 他就在战场上 牺牲了 战死了 所以他的意思啊 不是说 这个秦银就垂头上去了 而是极其了更大的疯盖 问题是呢 他们 这个缺少人马 缺衣少吃 兵器呢 也破旧 所以呢 他们要反抗 只能够凭着那种什么呀 同受敌概的 这种气势 那种意志 在那里 支撑着 秦中有五个儿子 长子呢 叫做秦庄公 我们说 郭后博子兰啊 这个秦国可不遵守的 这都是秦国的后人 写他们的先辈 给他们加上这么一个号 秦庄公兄弟五个 这个时刻 要报仇 两大仇了 原来只有一大仇 就是大洛家族 公子成那一组 是他们的笨家 现在好了 现在呢 又有秦住 被隆祖部落给杀害了 所以 仇恨是越挤越深 但是 他们力量有限 周宣王 非常适时的 就给了他们 七千人马 然后让他们 秦庄公兄弟五人 带着这只人马 再去复仇 其实那个时候的战争 规模远远不及春秋战 这个时候战争的规模 比较小 因为西龙的部落很多 互相不相统数 没有一个人 把他统领起来 只是临时 由于利益的需要 可能联合行动一下 但是打仗 还没有什么 正规战的经验 现在面临着 秦庄公兄弟五个 带着周王朝的 七千正规军 所以这西龙部落 只有败的份 于是周宣王 就封 秦吟的第五代家主 秦庄公 叫做西锤大夫 富庸本身也就是 一个大夫的地位 一会儿给秦州 封个大夫 一会儿给秦庄公 又封个大夫 其实这个大夫 还加上一个 西锤大夫 这他的名号 更加响亮 但是级别并没有提高 富庸还是富庸 还没有成为国 但是他的地盘增加了 就把原来大陆之族 全球大陆家族 所有的土地 划归了这个秦银的名下 他们的实力增强了 地方扩大了 名号更响了 有网友问 西周晚期 周宣王被称为中兴之主 但他的儿子周幽王 却荒淫无道 为什么在秦国的历史上 秦国君主的继承 几乎没有这样巨大的 父死反差呢 西周晚期的三位君主 出在中间的那个 周宣王是中兴之主 但是他的父亲是个暴君 儿子是个昏君 那反差这么大 但是秦却没有 没有这种反差 这为什么呢 原因多方面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 秦人从建国开始 就实行的是法治 是他律 这种他律呀 不仅仅管百姓 管百官 而且他也管了君主 比如说秦卉王做太子的时候 犯了法 那他的父亲是秦孝公 商鞅 绝对没有说你是太子 就饶过去 这叫做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所以秦国历代君主 有强弱之分 但是没有荒野无道的君主 再说了 考古发现 秦国历代国君的坟墓 方向是一个 都是投向东方 为什么 这标志他们历代国君 都志在中原 志在天下 有这样远大梦想的国家 他的君主 也不允许荒野无道 秦庄公兄弟 率领着周王朝的七千人马 和西荣部落 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刘新林老师认为 《诗经秦锋》中的 无一篇 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那么《诗经秦锋》中的 无一篇 究竟说了什么呢 这次战役中 产生了一首著名的诗歌 就是《秦锋的无一》 《诗经》305篇 其中的战争诗 刑御诗 自成一个大类 但是这些战争刑御诗 所表达所描述的 都是军礼之苦 表达的情感 都是怨战 厌战和反战的情绪 怨恨战争 讨厌战争 反对战争 所有这些战争 习语诗里 只有一手 就是秦锋无一 表示对战争 非常热情 热情饱满的情绪 兄弟般的情意 同仇敌代的 那种坚强意志 在诗歌里表现得非常完满 无一 作为秦军的一支军歌 战歌 从三秦唱到中原 有小小的情意附庸 唱到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 这首诗 这首诗 了不起 有人评价 是后来 这个唐代的边塞诗 远远赶不上的 这首诗里说 启悦无一 与子同袍 亡语兴师 秀我割毛 与子同仇 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 启悦无一 与子同则 亡语兴师 秀我毛吉 与子协作 第三章 启悦无一 与子同商 亡语兴师 秀我嘉宾 与子协行 这个行 可以读着行 这首诗 是一首典型的试验诗 启枪有力 而且从章谍据 赴他的表达感情 但是过去 可以说是 很少有人把它 解释得恰到好处的 毛语兴师里面说 启悦是一首讽刺诗 是讽出秦国的国君 从兵独武 这个诗 那个毛语兴 不解释则已 这解释我们 只有一个看法 就是毛语兴不靠谱 没有读懂诗 就解释 这是讽刺诗吗 这是讲的穷兵独武吗 没有 从内容 风格 感情 各方面来说 这个毛语兴 解这首诗 那是不靠谱的 左传定功四年记载 秦埃公 不愿意出兵 去乏无救处 那个 申报序哭了七天七夜 秦埃公出来 就朗诗那一首 秦风无依 有人就说 无依是秦埃公做的 这也是一种错误 秦埃公 只不过是 信手拈来 断章取义 做一个表示态度之举 因为秦埃公 是这个春秋晚期的人 诗经的作品 都是西州初年 到春秋中夜 早就有定本了 秦埃公是会读诗 背诗 信手连来 表示态度 不能说是他做的 这个创作 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有人说 这个诗产出于什么时候呢 秦湘公 因为秦湘公的时候 而不是身后联合那些犬龙 突然的围攻周游王 杀死了周游王 在逆山下 杀死周游王 说是写这个时候的秦国出兵 这个说不过去 因为周游王没有时间 来发动什么军队了 他是会突然的袭击 再说 这跟没了王与兴师 必是王 秦国没有王 秦国第一个王 是战国时代秦桧王 那是到什么时候了 战国中期了 太晚了 所以这个王一定是 是周王 周天子 具体的说 就是周宣王 而周宣王 周王发动秦国和 周朝的军队一起作战 在中国历史上 这是唯一的一次 所以这是无疑 毫无疑问 写的就是这一次 周宣王发动的 向西荣的进攻 是以秦人为主力 秦众牺牲了 秦庄公 兄弟五个 再带着七千人 去攻法西荣 这才叫做 网于兴师 关键的一句 就是这个 有一个网友问 秦峰五一片中 充满了战斗的昂扬之气 那么秦人的这种昂扬之气 是从何而来的呢 说到秦峰五一 这个作品 这是秦军的军歌 战歌 秦人为什么有那种昂扬的斗志呢 这是因为环境决定的 西周初年 这个秦人不受待见 因为他们在殷商时代得失 以至于到商朝末年 他们还终于商周亡 所以在周代初年 秦人被施为义己 受到牌制 不受待见 所以他们沦为养马族 靠养马 不日子 这个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这还是一方面呢 第一方面 就是秦人的邻居 都是虚荣各个部落 这些人很野蛮 那就是落肉强食 赤者生存 在这样一个夹缝中 什么夹缝 就是西周与西荣的夹缝中 求生存 这是非常艰苦的 非常艰难的 这是这样一个环境中 秦人以有秦峰五一的精神 团结奋斗 因为这样的状况下 如果没有超强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如果没有昂扬的斗志 没有豪迈进取的精神 那么像秦人这样的 一个木马族 就很可能被人当成 待宰的羔羊 甚至于灭族 灭种 秦人 就是在这样一种 十分艰难的环境中 求生存 所以他们有凝聚力 向心力 有肛往的斗志 诗经秦峰中的五一篇 诞生于秦庄公 征伐西荣期间 秦庄公死后 按照西周时期的 敌长子继承志 应该是秦庄公的长子继位 但为什么最终继位的 不是秦庄公的长子 而是长子的弟弟呢 请继续收看 大秦崛起 上部第二集 西周富庸 我们刚才说到 秦庄公兄弟五人 去报仇 秦庄公的计时人 应该是谁 是他的长子 他的长子叫做 世父 世界的世 父亲的父 这个世父啊 本来是 应该先做太子的 但是他说 我不能做 我都不回去了 要干什么 他要为他的祖父 群众去报仇 师父说 荣杀我太父重 我非杀荣王 这不敢入义 这是实际秦本纪里记载的 西荣杀死了 我的祖父秦重 我要是不杀 那个西荣为我祖父报仇 我就不敢回到 我们的秦义里去 不回去了 太子 这个位子 你要不要坐 不坐 让个弟弟 他的弟弟 就是后来的秦庄公 吸收到春秋战 这个事 真太子位啊 一般都真的 打得头不穴流 杀去杀来 有没有哪个国家 有这样一个人 太子我不坐 我让个弟弟 我要去为祖父报仇 没有 当然 让位的还是有 让太子位也好 让国君位也好 也有 宋国就让过 那个 叫做霸主的宋湘公 和他哥哥之间 就有一段让 他哥哥认为 应该是这个 宋湘公做 宋湘公认为 他哥哥呢 很有本事 很人意 又有能力 你给他哥哥做 他父亲说 你既然这么看重你哥 说明你呀 出于公心 你就是可以做 让去让来 这后来呢 几世不得安宁 前代上让 后代的真 真的不对 就互相杀 所以那个让位 宋国的让位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让位 吴国也有啊 吴公子记者 父亲只认的记事人 但他认为自己是 排行第四 是老四 不该记神 所以一到即位 他就跑 一到即位 他又跑了 他是没做 他的让位是成功了 但是下一代呢 下一代呢 这个王寥坐位了 大哥的儿子 公子光不服气了 就收买刺客刺杀王寥 你看 从让变成了真 这是吴国 其他各国啊 就没有出现多少让位的 唯独这个成功的让 就是这个师父 真心的让 他弟弟呢 也不服重托 那么师父 要为祖父报仇 下定了决心 似乎就是 不成功 变成人 但是他的报仇啊 还没有成功 也没有成人 成了俘虏 不幸的被西龙哥 抓个俘虏 既然 这个师父做了俘虏 那么国内呢 太子 就是他弟弟 已经做了国君 他弟弟应该 采取什么态度 如果在其他诸侯国 那就是抓了抓了就杀了呗 你不杀我 错事了杀 他弟弟不是这样 其相公 一定要把哥哥救回来 怎么救 咱们得采取个措置 不是说所有的西龙 波罗都一样是敌人 他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一位荣王 被称为封王的 然后把这关系 拿上之后啊 就请封王出面 去斡旋 去谈判 去协调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秦相公 把他哥 赤父 给救回来了 这种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 有吗 至少史记里没有记载 秦人出席的这些做法 形成了秦营的家风 进一步发展 他就是秦国的国风 但是直到秦相公 坐上国君位置 救回他的兄长师父 这秦呢 还不是一个国家 仅仅是西锤大夫 师父在让魏格 他弟弟的时候啊 也似乎他考虑到了 他这个弟弟啊 和自己脾气不一样 他比较的用智慧 所以他对弟弟寄予希望的 这个秦相公在位之后 秦营起了重大的变化 就是由一个附云 由一个大夫 西锤大夫 变成了诸侯国 从此以后 在周代的诸侯国里 天上了这个秦国 秦营只有坐上 真的的诸侯 离国之后 才能够和 所有的诸侯国 互通聘想之力 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 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师父让魏格弟弟 看出了弟弟啊 稳住 有希望 这位处事稳住的秦相公 带领着秦营部落 崛起了 成为西方诸侯 实际上呢 这一成为诸侯国 就取代了周王朝 周王朝 在黄河以西 这个统治已经 摇摇欲碎 所以东前洛阳 把他的老根据地 全都给丢了 让给他秦国 所以秦国的这一次崛起 跟不同凡响 一崛起就取代了 一个王朝 不是东周 是西周 西周没了 秦相公立国之后 这个东周开始 所以秦国的立国 是和东周同步的 秦相公是秦国的 第一位君主 也就是所谓 开国之君 但是 开国 只是一个名义 建立一个国家 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秦相公做到了吗 请关注下集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请关注下集